嘿大家好 我在城市介绍这个系列的视频里面呢 一直都是以美国城市为主 可能有一期视频是稍带手的提了一下温哥华 然后有一期视频是介绍了波多黎各 这两个视频呢都算是打了一个擦边球 但是今天这个视频呢 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完全是美国以外的城市 就是坎坤 那么坎坤这个城市呢非常有意思 它在墨西哥的地位呢有点像中国的深圳 或者说是有点像美国的拉斯维加斯 说它像深圳呢是因为坎坤原来也是一个小渔村 然后最近几十年来才发展起来啊 也是因为呢有几位墨西哥的老人去那边画了几个圈 然后把坎坤就定为一个重点发展的这么一个城市 那么坎坤到目前为止呢 它整个城市发展到现在也不过50年的历史 然后呢说它像拉斯维加斯是因为坎坤 并不像深圳那样发展的什么金融啊科技啊这种领域 它是发展的自己的旅游业 那么如果你去过坎坤的话 它的酒店购物和它的夜店也并不比拉斯维加斯差多少 那么坎坤这个城市的发展是完全要得益于古巴导弹危机 那么如果不清楚这段历史的朋友呢 我就稍微跟大家普及一下古巴导弹危机是怎么回事啊 那是在1962年还处于冷战的时候啊 美国跟苏联是处于一个完全对立的情况 然后呢苏联在这种时候呢 把它的中程导弹运到了这个古巴岛上 因为古巴离美国本土只有90海历 所以说离得非常近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全世界就发生了非常紧张的这种古巴导弹危机 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 美国和古巴的关系就彻底的决裂 两个国家的关系呢一直是非常不错的啊 在美国人需要度假需要旅游的时候呢 他们的首选地一定是古巴的哈瓦那 并且呢有很多美国的商人去古巴投资 那么即便是今天咱们如果去古巴旅游的话 仍然可以看到古巴的那种感觉呢 完全是1950年1960年的那种感觉 因为它满大街的这种老爷车 很多都是当时的这个福特公司 通用汽车公司所产的这种汽车 然后呢你会看到很多它的酒厂 包括巧克力厂啊 类似于这样的工厂是遗留了下来 而所有的这些东西呢 几乎都是在1960年以前 美国人跟古巴人做生意时留下的 那么至于古巴呢我就不多说了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给我留言 我可以单独做一期视频来专门讲古巴 那么话题回到坎坤 那么由于古巴岛的危机呢 大量的美国人没有办法再前往古巴 前往哈瓦那去度假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墨西哥人就看到了商机 那么1970年的时候呢 墨西哥政府就下令去建造坎坤 把坎坤打造成像古巴哈瓦那一样的城市 这样的话可以吸引更多的美国人过来旅游 由于墨西哥坎坤 它离古巴岛的距离非常的近 所以说两个地方的气候 它的地理气候是非常的像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墨西哥的政府以及很多的商人 在这里面就看到了商机 因为他们不仅想解决大量美国人度假的问题 同时呢也觉得这是一个挣钱的大好机会 那么在1970年的时候 大量的酒店夜店饭店和主题公园就在坎坤的海边建了起来 同时呢墨西哥政府也大力的宣传自己的玛雅文化啊 让坎坤成为一个从老人到小孩都适合的这么一个旅游圣地 那么今天呢如果朋友们想要去坎坤玩的话呢 我相信绝大部分人还是会去想要看一眼它的这个玛雅文化 也就是它的这个勤勤依查的金字塔 这个金字塔呢 我相信是比较出名的 至少在全世界上它是比较出名的 世界上呢有两种金字塔 一种是埃及的金字塔 一种就是这种墨西哥的这种勤勤依查的金字塔 那么这种金字塔呢 它的主要用途呢是为了耕种 所以金字塔里面是没有墓碑的 那在之前呢这个金字塔呢 还是允许游客是攀爬的 但是呢现在处于保护文物的目的啊 已经是不允许任何游客上去攀爬了 其实给我个人的感觉呢 齐情一查的这个金字塔呢 一辈子去一次就足矣了 说实话在有些程度上呢 还是比较遭罪的 因为你去那地方 绝大程度上一定是要抱一个旅游团的 那么在坎坤的市中心呢 有各种各样的人去给你塞这个小卡片 让你去抱各种各样的旅游团 有的是一日游 有的是两日游这样 给你一个大巴车去给你带到不同的景点 然后它的这种模式呢 跟很多国内的这种旅游团呢 有点接近啊 比如说在车上给你推销一瓶 它的这个龙蛇蓝 然后你花很多钱去买 或者说把你的名字刻在酒瓶子上 然后呢在你吃饭的时候 会突然出现几个当地的这个居民 给你表演一顿舞蹈 给你表演一顿杂技 然后就伸手向你要小费 那这种情况呢 我的建议是去坎坤旅游的时候 一定要准备很多的一美元的纸币 去当小费来给 虽然说有时候我很不情愿 但是没有办法 它会强行的给你进行表演 强行的管你要小费 再一个呢 是对于墨西哥的这个货币啊 他们的货币是叫比锁 那么这个比锁呢 是相对来说并不是那么稳定 有的时候呢 它是一美元对十五六比锁 有的时候呢 它是一美元对十九到二十比锁 那么我的建议呢 是不要大量的在美国 或者是在机场兑换这个货币 那么最好的方法呢 最划算的方法就是到 坎坤室内的时候 它会有大量的人会给你换货币 它会有那种专门换货币的地方 然后你去询问三到五家不同的价格 然后去选择一个最好的价格 去换当地的货币 那么我也不建议去换 太多的这种纸币吧 一个是为了安全起见 再一个就是 如果这个钱花不完的话 也挺高兴的 然后咱们去坎坤的话 几乎是不需要担心语言的问题 他说我不会说西班牙语怎么办 没有关系 这个没有关系 因为坎坤尤其是他的这个酒店区 他这个度假区已经是完全的被有点说可以说美国化了吧 本来我是想去体验一下墨西哥文化的墨西哥风情的 但其实去了以后你会发现除了人是墨西哥的 他当地讲的语言几乎都是英语 他都会跟你讲一些英语 顶多呢是会给你打招呼的时候 会说一声 Hola Como estás 类似于这样很简单的西班牙语 你要想感受最纯正的这种墨西哥 我个人建议还是去墨西哥城 或者是刮达拉哈拉 甚至说其他的一些城市 比较能体现出这种墨西哥的这种感觉 其实在坎坤你更多的感觉就是一个低配版的拉斯维加斯 但是在坎坤他的这个旅游度假村呢 确实是发展的还算是相当不错 他呢在当地有很多的主地公园 我建议呢是最好在网上把信息都查好 然后把票买好 这样呢一个是可以省钱 再一个呢就是让自己的旅行 让自己的行程更有规划一些 我个人最推荐的话 如果是第一次去坎坤的话 一定要去的是Excarded 那个主题公园 那个主题公园呢 其实会有很多的 有当地的比如说像火烈鸟啊 比如说像那种 特别大型的那种乌龟啊 雷碎这种当地的动物吧 会在这个公园里 它有点像一个生态园这种感觉 再一个呢它会有各种的表演 然后那个公园的面积其实还是挺大的 里面有差不多 我记得当时是五个自助餐 然后你可以自己选择 那么当然对于我自己来说呢 我是比较喜欢那个 international的它的自助 那么在这个自助餐里面呢 是因为各国的口味都有啊 而并不是说 这个自助餐是专门是美国风味的 是墨西哥风味的 是海鲜风味的 这种比较综合的自助餐呢 是比较符合我个人的口味了 那么如果你在坎坤 待的时间比较久的话 你还可以去体验一下其他的 比如说专门是为了探险的 这种附近公园 或者说你可以去尝试一下 那种深度的浮浅 然后呢在坎坤周边 它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像女人岛啊 比如说像这个卡门海滩啊 类似于这样的地方 也是非常值得去看一下的 当然呢我也理解 很多朋友呢 他可能会喜欢跟海豚玩耍 想去跟鲨鱼近距离接触一下 那这些需求呢 在坎坤或者是坎坤附近 都是有可能实现的 只要是钱到位了 在这个地方呢 绝大多数你的梦想都可以实现 那么最后呢 我想聊一聊坎坤的吃 那么对于吃的话呢 有些人会很喜欢墨西哥菜 有些人呢就会觉得 不太喜欢墨西哥的菜 因为吃不惯 我个人来讲呢 我是比较喜欢吃的 但对于墨西哥的风味呢 我吃一般的态度啊 其实我吃也行 不吃的话也不会去想 其实呢 如果你酒店选的好的话呢 在墨西哥的很多酒店里面 它会提供一些比较好的自助餐 我觉得吃的也还挺不错的 那么如果你要去饭店的话呢 中餐我没有发现特别好的 也就是中规中矩的程度 甚至说呢 是低于中等水平的这种中餐 墨西哥餐呢 你要看你去的是什么样的饭店 有一些饭店确实 它的海鲜做的还算是不错 墨西哥餐正不正宗的 它的这个饭店正不正宗的方法就是 你看它给你上的这个salsa 在吃饭之前给你上的这个 那种墨西哥的那种一米片 它一般都是会配备这个酱的 你看它的这个酱是绿色的还是红色的 如果它给你上的是绿色的 特别辣的那种酱的话 说明这个饭店是比较正宗的墨西哥菜 那么如果它只给你上红色的酱的话 那基本上红色的酱是为了迎合美国人的口味的 那只能说明呢 这个墨西哥的饭店的是 相对来讲不是那么的本地 不是那么的纯粹 是更多的是为了迎合游客的口味 那这个就取决于个人的喜好了 可能美国人会喜欢那种墨西哥美国餐 就有点像美国人同样也喜欢美式中餐一样 但是有些人呢 就会喜欢去追求当地的这种风格 那么这个完全是取决于个人的爱好 那么最后我想说的一点是 如果你也像我一样好奇的话 想要去看一看坎坤当地居民的生活的话呢 你也可以乘坐它的出租车 或者是它的公交车 因为坎坤的公交系统呢 相对来说还是非常发达的 不管是哪种交通工具 可以坐车去它的室内去看一看 坎坤的室内和它的度假村 差别还是很大的 进入到坎坤室内 你是明显的可以发现 这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 并不是会像它的度假村一样那种发达 当然在坎坤室内如果住酒店的话 你的酒店价格也会比度假村的价格会低 非常多 至少会低30%到50%这样 而且服务呢一点也不会比度假村的那边差 那么好了 以上就是我对坎坤的看法和介绍 朋友们如果有什么想法和建议的话 欢迎跟我留言 谢谢大家